现在大家听到了塑化剂这个名词就感到非常的害怕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有不少塑胶制品都围绕着我们 尤其是小朋友经常用到的奶瓶奶嘴和玩具也是问题多多 虽然政府已经规定儿童玩具是完全不能够验出可塑剂 但是单单在去年一整年 标检局委外的儿童用品研发中心 就检测到超过100件的玩具都不合格 所以环保团体今天赶快建议家长 除了让小孩多多洗手之外 也尽量让孩子少接触这些塑胶制品 开心的坐在安全地点上玩着最爱的彩色积木 一道游戏时间配云真的好兴奋 不过看着女人手上拿的玩具 李妈妈不免担心里面会含有毒的化学物质 虽然说它标示的都很清楚 比如说没有含什么无毒的颜料 或者是说这是安全的 有标示我们其实也会担心 它是不是会有不实的标示 或有一些是没有让我们知道的 这是比较让我们担心的地方 为了防止恶劣玩具流入市面 不论是进口玩具 还是由台湾业者自己制造生产 通通都要经过标检局委外的儿童用品 研发中心来做检验 首先检验人员会先采样 接着装进透明的玻璃瓶 在滴上药剂放进机器里开始化验 大约两个小时 玩具里的化学物质就会被分解出来 接着电脑就会做判毒 有毒物质是否超标 光是去年一整年就有超过百件的玩具 被验出含有过量的塑化剂 自从五月底爆发有不肖业者在起云剂中 参入塑化剂DEHP后台湾社会宪政笼罩在塑化的阴影下 很多民众也都是在这一次的塑化剂事件之后 才突然发现从食品药品到玩具 奶瓶水壶保鲜膜等塑胶制品 都被卷入塑化剂的风暴之中 而且这些融出的有毒物早就被民众吃下肚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些家长 其实在给孩子不管是奶瓶或是水杯 开始四喝饮 或是家里面在宴客用 也常常用的是纸杯 或是那个塑胶薄薄那种青青的那个 那虽然是用了就丢 好像很方便 那这些材质不管你装的是酸的 或是热的或是油的 其实都很容易融出一些塑化剂的一些安全的问题 到底要怎样才能远离塑化剂的威胁 环保团体除了再次呼吁民众 尽量以剥离或陶瓷等容器 来替代塑胶制品外 也呼吁政府能够尽快修法 并推出食品安全的履历 让民众清楚了解产品的来源 及添加原料 以确保民众的健康 记者物耀宇林国黄台报道